几兵老爷 县太爷来访 下官航铁生参见太师爷 参见知府大人 不知潘大人何时来到竹山县 竟然没有行公文通知下官 本府是来探望太师爷 已需私人之仪 无需惊动地方 是 怎么 听太师说 你最近京城来请安 真是不假呀 就这个时候了 你还真认真起来了 实不相瞒 下官前来是为了一桩陈年旧案 凶手郑宽已经落网 并且坦诚不畏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下官说 郑宽已经承认他是亲手杀了王天龄夫妇 不过幕后主使的人 却是太师爷 因此太师爷 必须亲自到县衙一趟 跟他当堂对证 你 你这不是胡闹吗 下官既是依法行事 如何胡闹呢 这 这可是太师爷 是皇上的恩师啊 既是依法行事 即使告的是皇上 下官也得照拜 太师爷 又如何能够例外呢 荒谬 这纯粹是荒谬 这纯粹是荒谬 郑宽他绝不会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太师爷既然请了杀手 可是阿祥命不该决 郑宽看到了阿祥 误以为是冤魂来锁命 一惊之下 就把当年的经过全盘拖出了 刑求 你这 绝对是刑求 潘大人 你现在该明白了 他为了要扳倒我 已经到了一种 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潘大人 下官绝无任何私心 请大人公私分明 支持下官 清查废墟 一切真相 自会大白的 唐铁生 你不必满口的仁义道德 实际上 这都是你的借口 那么太师爷 贵为师尊 却残害无辜 赶尽杀绝 又该怎么说呢 你 站住 站住 我有夜市禀报 滚开 滚开 学校参见知父大人 潘大人 不好了 什么事 阿东突然之间 暴毙在狱中 这人败是何死因啊 看他面色泛黑 分明就是中毒的模样 大人 阿东确实是中毒 错不了 唐铁生 你们为什么要害他 为什么啊 你 知父大人 大人 阿东他虽然有罪在身 可是罪不当死 我怀疑杭历他们 意图翻供 想诱使我们入罪 可是阿东不肯 所以他们怕阿东告发 于是就杀人灭口 你胡说 杀人灭口是你干的勾当 就是啊 你怎么不说 进入我跟活见鬼似的 吓得屁滚尿流 不打字的招 好了好了 我没有问你们 不得再打唱 知父大人明镜高悬 我是个医生 我救人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会杀人呢 只因喜鹊 有意要加害于我 我是想让他绑父 送官纠班 你 你颠倒是非 你是一不做二不休 大人 事实绝非如此 住口 通论给我住口 杭县力 还有你这位师爷 甚至还包括你这武座 简直是颠倒官位 期待我知府头上来了 知府大人荣禀 我和喜鹊白河两位姑娘 素面平生 只是看他们与杭县力 来往密切 之后 他们不要加害于我 一个想杀我 一个要扎死我 杭县力 本来表面上口口声声 要把他们弃武归岸 可是安地里却背道而驰 我怀疑他们本身 一定是与杭县力他们串通一切 表面上是对着我来 实际上是对着太师而来 这本身就是一桩阴谋啊 阴谋 白河喜鹊这位姐妹才是阴谋下牺牲者 潘大人 他们两个是王天林的遗孤 是真正的原告苦主 另外我还有目击证人阿翔 站住 站住 王天林的遗孔 把他们拿下 是 董太师和潘大人这两个老狐狸 居然把他们的人都到他这儿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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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 咱们帮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一露面就穿帮了 旁那儿那儿已经是水深火热了 咱们不能再给他火上浇油啊 哎呀 可是 是 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不要 走 走 走 姐 你快走 不要管我 对啊 快走 你赶快走 不然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你快走 你快走啊 你快走 不要管我了 走 启禀大人 逃犯洗血已被逮到 那个叫白河的被他给逃脱 竹山县令杭铁胜 你还不知罪吗 回避大人 一如下官方才所言 此二女乃是遗孤的苦主 原兄急欲除之而后快 下官不得不全意变通 以保护为重啊 保护 说得好听 这叫包庇 叫窝藏贤犯 你呀 可有串通贤犯之嫌了 快速速摘下你的官帽 摘摘摘摘 摘你个头啊 我跟姐姐是来找他们算账的 怪杭大人什么事啊 你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 我看该摘官帽的应该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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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来呢 是 把这个蛮罪胡言的人贩 押到大牢里去 是 你这个无辜官 你不帮好人 你帮坏人 我看迟早有一天 你不忘连官帽都丢了 连宝费都丢了 走 走 真是 真 简直是莫名其妙 大人 请您三思 你可以到地方上去问问 所有的百姓 没有不说杭大人是刚正不阿的 只要您给他机会 他一定能够帮您 嗯 不必多说了 单凭囚犯独自在狱中 他就犯了大虎执手之罪 再加上其他的几下 这深究起来 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唐天生 本府命令你卸去执手 迁出县衙 听候调查 嗯 庞天生 你这什么意思 你想告密不从吗 铁生不敢 只是心中有所不符 倘若自己动手摘帽 岂不等于侮辱了自己 所以这点官帽 除非是大人亲自来摘 否则 我绝不自己动手 你 你 好 我来替你摘 住手 你可以不考虑铁生服不服气 可是你这一巴掌打下去 你总不能不考虑考虑凌湘公主的火器吧 你 你是谁 你 我是谁 我是县太爷的娘 过不了多久 我就是凌湘公主的娘 对 赶紧告诉她我是谁 不是吹啊 我跟凌湘公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啊 她现在就在外头买早点呢 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到了大门口了 你们自己考虑后果吧你们 庞天生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硬汉 原来是后台硬 有女人撑妖啊 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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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这回要是自己再不摘 侮辱她 就是凌湘公主和皇上啊 天生 我是为你好了 你 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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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熬了点肉粥 喝点吧 还生我的气啊 我也是一片热心想帮忙嘛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凌湘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他肯定是去找阿龙 我是说皇上了 每次他想帮忙的时候 铁生这个自尊心就跟他犯毛病 弄得人家现在摸透他脾气了 干脆就来个闷不作声 少啰嗦 娘 太好了 我肚子饿了 早就让你吃嘛 娘 你闲散看 正宽去探监的那一天 他除了跟阿东说话之外 他两人有没有接触啊 接触 有啊 阿东呢 先是跪在那儿忏悔 然后他们就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吧 抱在一起 那正宽呢 他有没有对阿东做什么呢 正宽 就拍拍他的头安慰他 啊 头痛 阿东一直说他头痛 我还以为他装枪做事呢 这会儿我可全都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正宽呢 就没想留阿东这些活口 一边安慰他 一边哄着他 一边就按下毒手 在他的头顶下了针 没错 我看过正宽出手 奇快奇准 所以阿东什么感觉都没有 自己怎么死的根本就不知道 曼陀罗 我种了那种剑 上面染的毒 就是一种叫曼陀罗的植物 黏制而成的 药量放多了 立即死亡 药量如果放小的话 就会慢慢的死亡 阿东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天才死 大家明不明白 这就对了 为什么太师和正宽态度这么嚣张 原来他们早就胸有成竹了 现在这会儿如果能够验尸取证的话 一定能抓住正宽的小辫子 我们去偷尸 唐铁生啊 这下可咎由自取 最有应得啊 是啊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怎么也想不到他相貌堂堂 却如此处心积虑 城府很深啊 对啊 老夫都差点没有摆平 何况是你啊 还有那个白河 咱们经常把他当成上宾 结果就是引狼入室 是啊 كون这张儿都差点这个 黎ppo 你在想什么 他带你操心呢 算了 我是学医的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对呀 我是怎么了 他都受了伤 我好像 好像失了不尽 女傅 女傅 你到底怎么了 我 我 过 好了 好吧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这一阵子 我们大家都不好过 特别是苦了你了 不过我向你保证 现在已经雨过天晴 以后 来 一切都会堂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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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